这边是工地正在盖房子 那边则是正在销售土地 在台东房地产的交易相当热络 相关业者表示 台东对房子的需求量不断的提升 虽然许多年轻学子到外地求学就业 台东本地的居民对房屋的需求 可是一点都没有减少 那因为我们在接的这个中古屋的屋林 它的均年都是大概在25到35年不等 那25年到35年不等的话 其实一般的那个屋主的话 它的贷款都已经结清了 然后它的第二代都已经大概成年了 所以它有居住空间的一个需求出来 就会想要做一个换屋的动作 那在这个时节刚好想要买房子的人 它的投机款刚好也准备好了 所以到现在你看得到的话 目前因为台东也没有很大的投资客 有所谓的屯屋或者是渔屋的问题 所以目前的这个房市的这个部分 没有所谓的供过于求问题 台东县的进步有目共睹 这也是房价稳定上扬不坠的重要因素 今年的年终确定这个 Pyuma会通时到我们这个台东来 那再来在公路的部分 我们南回都有在做一个拓宽工程 所以你不管是从北部 或者是从高雄屏东要过来的一个交通时间 都已经缩短了这个城墙杂局 那就拉近了我们这边的观光 有明显的成长 那在这个部分的话 其实另外一点就是我们的县长 它招商有成 那我们台东的就业市场 因为成长了起来的之后 那带动了这个房价 跟我们台东本身就地的国人所得 都已经有增加了 所以其实这个所谓的细节的部分 都是很相扣的 虽然房价上涨了 但是业者鼓励民众买房子 因为现在银行的购物利率低 而且首购族的贷款程数高达8到85成 动态新闻 陈敬雄 黄威 台东市采访报导 我们下期再见